如果说想要过上好日子 那么首先手里就得有钱 可是这个年头赚钱并不容易 不仅需要付出努力 也需要有好的运势和财运 这四大生肖9月30日开始 他们的财运旺盛如火 从而能够轻松地发财赚钱 未来的日子不会缺钱花 生肖龙 生肖龙的人从4月开始运势就在走好 比以前能够通畅很多 他们从后天开始有吉星助力 求财是非常容易的 还会遇见很多大的机遇吗 在工作上有一个值得飞跃 做生意投资的人不再愁眉苦脸 正财偏财都能来 钱包开始装得满满的 鼠龙人在10月有吉星相助 或许会化解很多的阻碍生肖蛇 生肖蛇的人近几年一直很平淡 繁星是比较多 赚的钱总是存不到 但是从后天开始 他们的金钱运比较旺盛 会遇见很多喜事 事业上稳步上升 特别是在生活中想什么都容易得到 比较顺心 还有工作之外的额外收入 无意间得财许多 生肖猴 生肖猴的人去年翻了根斗 不仅没有发展 还惹得很多烦心事 没运太多 从后天开始 生肖猴的人能够在以前 在工作或事业上获得成就 能够得到不错的发展 还有身边的人帮助提拔 他们能够招财旺财 如果有更多兴趣的人 外财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生肖兔 属兔之人头脑聪明 又对人热情友善 生肖兔应有天子和喜财 吉星洛宿命功 明天过后 他们运势旺 孝赢八方财神 喜劫四方横财 要发达 属兔的他们终于时来运转 身边常有贵人朋友帮助自己度过一道道难关 必财运火力全开 无论是正财还是横财都是非常旺盛的 下半年他们求财容易得财来 事业再创新高 横财大奖小奖非进门 只要兔年出生的朋友们能牢牢把握住机会 必会钱包鼓鼓 一直都吃香喝辣迟早成富翁 过上大富大贵让人羡慕的生活